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房子它政府根据自己的城市的规划 根据自己的产业的规划 来进行有方向性的分配 而不是均匀分配 比如说北京市政府认为 高等教育 文化产业 高科技是它的发展方向 有可能北京市政府拿出一部分房子说 清风大学 我一年给你2000套保障性住房的指标 你的青年教师 你当然要符合条件 在你的收入线之下 你可以用 长租略为低于市场标准 略有补贴 通过这个方式 事实上就鼓励了清风大学的发展 这么一个做法 它是比较人性化的 比较科学的引导产业发展 能够得到保障性住房这种政策的照顾的产业 发展比较快 那么这些产业的就业就比较快 所以保障房的建设不要小瞧 现在一个大误区是保障房就是无力房 就是拉了房子给补贴穷人 不对 这个观念彻底改变 保障房应该是类似于产业政策城市规划的这种住房 是规划房 随着经济的发展像北京上海这样子的房租会 逐步逐步逐步上升 以至于今天用于保障房的投资 未来会能够有比较好的回报 很容易算 因为地是政府的 地不要钱 就是一个建筑成本 所以保障房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优良资产 那么对于诸位搞房地产的朋友们来讲 我想呼吁的 像过去那样子 拿了地之后就开发 开了发之后就预售 或者是最后排队销售 这个模式够强了 房地产毫无疑问是个产业 一定还会做 但是多样化的发展 至少是双轨制发展 一方面是有商业性开发的渠道要做 再有一条 就是保障房也需要开发商们来 来直接承包 包括保障房的管理都需要 我坚信这个道理不难 大家一定会回个味儿来 我老许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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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许是太多了